10月22号 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牢记历史 见网之来 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激励两岸同胞团结一致 共担民族大义 共促祖国统一 共援民族复兴伟大梦想 汪洋指出 75年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 彻底洗刷了中华民族百言屈辱 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拥载史册的光辉篇章 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前仆后继 欲写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 充分彰显了台湾同胞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 和真挚深沉的爱国情怀 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然两岸尚未完全统一 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汪洋强调 台独分裂势力斜阳自重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致使两岸关系紧张动荡 是对台湾光复而牺牲英烈们的最大亵渎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 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及其分裂行径 绝不容许视而复得的神圣领土得而复失 要携手推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 深化两岸人文交流 要高度警惕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图谋 大力宣传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 加强对两岸民间交往历史的研究 增进台湾同胞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 后执两岸同胞精神纽带 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福瞻主持 两岸与会代表围绕纪念台湾光复 推进祖国统一的主题进行研讨 全国政协副主席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台湾新党荣誉主席 郁慕明等12位代表发言 大家用铿锵有力的论述 铁证如山的史实 饱含深情的话语 阐释了台湾光复的重要历史与现实意义 揭示了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表达了对当前台海局势的担忧 和对台独行径的愤慨 展现了对保岛台湾的真挚热烈 和对祖国统一的深切渴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阁中央主席万恶湘出席研讨会 中央有关部门 有关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 台湾省级全国人大代表 涉台专家学者 首都各界代表和台湾同胞 共一百余人参加研讨会 文质家学者 iamo ora vul 感谢观看